DSE 2013 ICT P1A MC 第32题 这题真的很多学生答错 只有19%答对 这题都是历界DSE 即十年DSE里面 第二题最多人错的MC 第一题最多人错 只有18%考证答对 这题刚刚多了1% 是19% 那我们看看 为什么这题 就是第二多人错的历界DSE MC 题目给了两个Pseudo code S1 S2 是一个Searching的Pseudo code 为什么要将它两个进行比较 比较Searching 很明显比较它的Execution Time 即它们执行的时间 即是哪个快些 哪个慢些 其实你比较两个Pseudo code 哪个快哪个慢 基本上只有三个结局 一是S7快 一是S2快 一是两个都一样快 所以D的答案 Compression cannot be determined 其实有些自打嘴巴 一方面要人比较两个Ereform 哪个有效率一些 但是有个答案又铺牌了 原来这个比较不能够做 其实是有些自相矛盾 即是有些类似是无从判断 这样的意思 这些其实不是一条好的题目 因为比较两个Ereform 比较快慢 只有三个结局 但是MC传统来说 是一定有四个答案 所以提起这四个答案 就做一个Compression cannot be determined 我会觉得出达的时候 如果你想比较两个Ereform 基本上除了比较Execution Time 我们可以有多些角度 例如它们用的Memory 难不难写 这些有多些角度 多些元素 就不用只限制在Execution Time 因为比较角度少 就自然会弄出这样的答案 被迫要弄一个Compression cannot be determined 最后这个都是错的答案 因为我们从出题目的角度来说 我当然不会说 叫大家去比较哪个快哪个慢 跟着又说没得比较 很有问题 基本上这个答案 就不可能是一个答案 好了 言归正传 我们看回S1 S2 S1这里有个WOWLOOP 这里有个ArrayN ST很明显是个Target 每一次WOWLOOP 就比较ST和NJ J基本上是LoopCounter 由一开始 每一次Loop一次加一 这里肯定要Loop一万次 因为WOWLOOP 条件是J 世界当然一万 所以Loop一万次 每一次都比较ST和NJ 如果是一样的时候 等于找到的时候 Find的Value 就会记住J 即找到ST 在N里面的第几格 我们要留意 无论这里找不找到也好 又或者在哪一格的J value NJ那格 找到ST也好 这个WOWLOOP 就注定是Loop一万次那么多 FIX的 我们写得它了 Find or not found 这个都是Loop 相同次数 S2明显长一点 多了什么呢 基本上的WOWLOOP 都是差不多 只是多了一个FLAG 的Variable FLAG 这个FLAG的Variable 和在沙滩里属于红旗 告诉人 沙滩有危险 大家不要游泳 那个作用是一样 我说明一枝旗 FLAG variable 它只有两个状态 一是升起 一是不升起 基本上 都是只有0和1的状态 或者用Bolean variable 就是True 还是False 这个FLAG variable 在S2里面 它的角色很明显示 ST等不等于NJ的情况 即是究竟找不找到 我们的Target 你见到你找到的时候 FLAG是1 即是代表找到 FLAG是1 留意 在WOWLOOP之前 FLAG有Initial Value 是设定0 很合理 即是 当我们准备找东西的时候 我们假设找不到 所以0 代表NOT 的条件 FLAG是1 代表 我们找到的条件 S2 WOWLOOP WOW的条件 亦都比S1 多了 AND FLAG 等于0 这个Condition 多了 AND FLAG 等于0 即是当J 小时等于1万 同时 FLAG等于0 即是未找到 未找到 Target ST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LOOP 这些东西 LOOP 所以只要在WOWLOOP里面 只要中了一次 BINGO BINGO 中了FLAG 它就设到1 那WOWLOOP 回到这里 FLAG到1 这个就会变成FALSE 如果这个1 它就会设到FALSE FALSE FALSE是什么 都会出了FALSE 它就会停止WOWLOOP 简单来说 S2 当我们找到 ST的时候 LOOP 就会terminate 它是不是都要LOOP 一万次 即是假设ST 等于NJ 刚刚刚 M比J 是5000 中间就等于 那FALSE 就设到J 那FLAG 那LOOP 到第5000次 它就会收工 所以很明显 S2 一定是快点的 S2 是快点的 所以答案一定是B 就不会是A 不会是C 更加不会是D 但留意 我们比较两个 algorithm的时候 即是除了它的Efficiency Execution Time 当然这些都是重要的 但其实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 例如 它用多少Memory Resources 用多少RAM 用多少Variable 用多少Array 或者是 那个Coding 那个Difficulty 难不难写呢 这样 那这些其实都是 我们应该考虑的因素 在这些许多 很念心 你 我 你 感谢观看